我提前结束出差回家,我男朋友林毅和一个女人在我家里。 那女人我认识,闺蜜,小雪。 在我怀孕三个月,说好结婚的时候,我看着他俩,陷入沉思。 我知我平凡无趣,也知小雪美丽动人,又是知名大学的法律高材生。 男人会在我们中间选,谁不用动脑子也知道。 但小雪和我从小学一起长大,林毅又是那么儒雅的人,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们能扯到一起去。 我抬手,不知此时打断他们是不是合适。 毕竟紧要关头,我自小被教育不要给人添麻烦,刻在骨子里的家训,此时仍竖着我,让我不好意思打断他们,即使心乱如麻。 最终,我还是决定打断一下。 我抬手敲敲门板。 那个,林毅,你这样,算出轨吧,我声音不大,但在骄银声中太过突兀,林毅猛地一惊,回头看见我,瞳孔都是一缩,像是见了鬼。 我尴尬地咳嗽一声,又看看小雪。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小雪,我对你不好。 妈。 其实我想问,我当你跟班多少年了,不够让你放过我男人吗? 但习惯了,不惹人生气,话到嘴边变了掉。 小雪不说话,但眼神告诉我,她要掐断这么多年的友情,踢掉我这个,跟班肩陪衬,毫不留情。 我咬咬唇,掏出手机,林毅又是一惊,赤身下床,攥住我的手。 你要干什么? 我皱眉。 你卧疼我了。 林毅向视才反应过来,松开手,向我解释。 你别怪小雪,一切都是我主动的。 哦。 倔我点头,一时还是不知说什么好。 打小我就这样,遇到什么事,恨不得有个壳能钻进去,不会太生气,也不会太高兴。 我妈说我无趣地像根木头。 林毅看我没有任何反应,似乎有丝幽盖,边穿上裤子边说。 既然你看见了,索性我就说开了吧,我喜欢小雪。 小雪一脸感动,气在被子里看林毅,眼睛亮晶晶的。 我低头,直指肚子。 那我肚子里这个,怎么办? 林毅一正,回头瞥了小雪一眼,急不甘愿地说。 现在户口放开了,你执意要生,就自己上户口,抚养肺分摊。 小雪在她身后撇嘴。 其实我早想说你了,你就算是生了孩子,这样优秀的男人,以你的姿色,你也守不住啊。 我叹了口气,无奈地笑。 你们说的,我像狗皮膏药,贴着谁就不放。 低下头,我继续拨弄手机,林毅手指动了动。 我低声说,别紧张,我只是叫车。 叫完车,我抬起头,认认真真看了林毅一眼。 林毅,你既无心我便修,我们到此为止。 别说林毅,连小雪都有些错愕,张张口,仿佛准备了一篇辩论稿,却被取消了资格,无法参加,一脸的憋屈。 想来想去,她憋出一句话。 你有自知之明,就好,强扭得瓜不甜,孩子,要不还是别要了吧。 我点点头说,好的,便迅速收拾行李,直到我拎着行李走到门口,林毅和小雪都有些回不过神。 从我敲门,到收拾行李,一共花了十分钟不到。 没有哭闹,没有质问,我发挥了我一贯的风格。 像一根木头,老老实实,无,拨无蓝。 我开门,林毅叫住了我,眼底全是困惑。 你就这么走了,对啊。 那孩子呢,她困惑更甚。 我抽空去打了。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,转身,出屋。 转睡又回去,跟小雪提醒了一声。 那你记得要跟你男朋友分手啊,不要脚踩两只船哦。 出了门,我买了根冰棍吃。 我喜欢冬天在室外吃冰棍。 那种冷到极致,又慢慢缓过来的感觉,像极了高潮。 咬着冰棍,我在心里叹了口气,我知道我守不住林毅。 尤其是介绍小雪和她认识以后。 和小雪一样,林毅也是别人家的孩子。 一样的外表出挑,学业有成,工作甚好,长成了我妈幻想中的样子。 我妈最希望拥有的女儿就是小雪这样的, 最希望拥有的儿子就是林毅这样的。 他们就是我成长路上的三座大山之二,光靠阴影把我牢牢压住,喘不过气。 是的,我们认识都很早。 小雪是我小学同学,林毅是我高中同学。 都是家长会上如雷贯耳的人物,八方宠爱的天之骄子。 直到我和林毅谈恋爱,在我的穿针引线下,这两座大山才有了交集,于是天雷勾动地火。 哦,也不能算谈恋爱。 用一个吃饭的借口,加三杯二锅头。 男人喝醉了,看谁都是李嘉欣。 而这是我唯一得到她的方式。 好巧不巧,我怀了孕。 我妈知道以后,高兴坏了。 女儿不够优秀,有一个优秀的女婿,也足够吹嘘。 她亲自出马,堵在林毅单位门口。 林毅是公务员,在上升期,对我负责势在必行。 我妈绞尽脑汁,把女婿堵到手,而我则跟小雪尽情炫耀了一番林毅的好。 说得她都好奇,想见见她了。 我当初,就不该答应,做主约他们一起吃饭,而且不是吃了一回两回,也不该。 让林毅不停地送小雪回家。 还是在小雪和男朋友不断吵架的时候。 更不该告诉林毅,小雪的行情有多好,多少富二代想追都追不上。 我记得林毅当时眼中挑战的光,跃跃欲试。 早该知道,男人是喜欢争夺猎物的。 现在好了,他们在一起了,而我灰溜溜地拉着行李回家了。 我站在我家楼下,深吸了口气,把冰棍棍子扔了。 兜里有个药瓶,看着爱眼,一并扔了。 我妈看见我拎着行李回家,惊讶的嘴都张开了。 林毅呢?她问。 我看见她那张严肃的脸,就忍不住发慌,硬着头皮把情况一说。 我妈也气得浑身发抖,一个耳光抽在我脸上。 你脑子进了水了,你介绍小雪给她干什么? 她气得脸色铁青,在屋里转来转去。 不行,我要去找林毅,不能这么算。 喽!她转身,严肃地看着我,你也跟我一起去,这是你这辈子能嫁得最好的人。 喽,不能失去这次机会。 我不去了吧。 我弱弱地拒绝我妈。 我妈眉头皱起来。 我已经跟你爸说过林毅了,你存心让那个贱人笑话我是不是。 他说的那个贱人,是我爸的小三。 我爸常年不回家,在外头跟小三恩爱了几十年,就差一张结婚证。 他们还生了个儿子,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儿子,我妈输了。 虽说,我爸不让我妈和小三见面,也不让我和那个弟弟见面, 可我妈还是打听到了,那个弟弟,俊俏聪明,人人都说他将来有大成就。 我爸宠他宠上天了快。 而我已经忘记我爸长什么样了。 这个夺走我爸的孩子,就是我头上三座大山中的最后一座。 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。 我妈打听他一次,回来就恨铁不成钢地骂我一次,从三岁起,我已经习惯了。 我也没办法,我不漂亮,不聪明,人木讷,我改不了。 改不了。 03 我妈到处赌林毅和小雪,可这次,她谁都没赌着。 我偷偷给林毅和小雪发微信,告诉他们我妈的行踪。 我妈还得上班,快退休了,她一向要强,要站好最后一班岗,总不能24小时去找人。 林毅和小雪从一开始的诧异,到后来对我多多少少,有点感激。 林毅还想请我出去吃顿饭,当面说声对不起。 我感觉我认识她到现在,这是她对我最诚恳的时候。 可我没去。 我上班很忙。 下班的时候,也很忙。 谁也不知道,我喜欢喝威士忌,一个人,安安静静的。 让酒过我的喉咙,我的胃,我的肠子,再排泄出去,我能得到一丝安宁和释放。 和林毅在一起,这三个月,我一直当淑女,憋着酒饮,此刻我准备把三个月的粪喝回来。 到了下班时间,我从公司出来,遇上了木白。 木白很帅,总是对人笑眯眯的,笑起来像是打在人身上的一束阳光。 她坐在车里,对我招招手。 我受宠若惊,挪了过去,送你回家,她对我眨眨眼。 我红着脸摇摇头,匆匆去打车,路上还半了一下。 我听到她嘀嘀的笑声,脸红到脖子根。 我,大,白,月,光,在笑。 我喜欢木白,胜过灵异。 可木白是天上的月,我是地上的泥。 我可以肖想灵异,却不能肖想木白。 我惆怅地坐在出租车上,望着窗外,让司机带我去酒吧,这座城市最鱼龙混杂的那一所。 我一口气,喝了不知多少杯,眼前渐渐模糊,满眼都是木白的笑。 许是老天听到了我的渴望,我的手机响了,是木白。 我不想回家,你在哪? 我抖着手,靠残存一丝,清明报了地址。 最后的记忆,是木白从天而降,坐在我对面,笑吟吟的。 一整晚,我听到她虔诚地说,你很美。 我很开心,如果这是个光怪陆离的梦,我愿永醉不愿醒。 哪怕以世界毁灭为代价清晨的太阳照耀,在我身上,我睁开眼睛,木白就躺在我旁边,笑吟吟地看我。 我闭上眼,再睁开,它还没消失。 昨晚很美好。 她吻我额头,轻轻说。 我又闭上眼睛,眼底酸酸的。 可能老天,都怜悯我这个倒霉蛋了。 给我赐了一个天使。 我和天使,就这么恋爱了。 在灵异出轨的一周后,我没有告诉我妈。 她最近因为小三那个,儿子又升职,气得神神叨叨。 我吃不准她听到这个消息,会不会习惯性地甩我两巴掌,还是逼木白娶我,来跟小三一争长短。 我只守住自己,那方小小的幸福。 木白不喜欢我天天喝酒,我便一周一次。 她不喜欢我冰天雪地吃冰棍,我戒了冰棍。 她把我宠得像公主,我觉得我脾气太来,这一生的惶惑不安,终于在她的怀里,得到释怀。 像游荡人间的冤魂,终于得到超度。 她是我的骑士。 从此我不用一个人去喝酒。 有她保护我。 比如此刻,一个俊俏的男人不停地瞄着我, 想办法往我身边蹭。 木白瞪了她一眼,挡在我身前,把那男人隔绝在我视线之外。 我低头一笑,感觉心里有什么坚硬的东西,融化了。 我拿出手机,给小雪发了条微信。 我现在很幸福,所以,也祝你们幸福。 小雪过了很久,发给我,谢谢,两个字,片刻,又发来几个字。 我们还是,朋友吗? 我微笑不答,只回了一句。 希望你和林毅多多加油,早生贵子,真心的。 木白凑过来,看我手机,十分吃醋。 和谁聊呢?笑这么开心。 我给他看聊天见面。 跟我的好朋友秀恩爱呢。 木白也笑了。 我迷恋地看着他眼中的星辰灿烂,突然鼓起此生最大的勇气,对他说。 木!白,你愿意和我结婚吗? 木白没说话,音乐太吵。 晚上,木白送我回家。 送我到楼下,他吻了我就走了。 我转身要上楼,一个黑影从暗处扑出来,猛然搜住我肩膀,俊脸上带着冷。 笑!你倒是开心。 西巴那位俊奇男人,我看了看他,直指黑暗的角落。 我们一起,退到那里,隐去身形。 他的呼吸喷在我脸上,带着急切和怒意。 怎么好几天不见我,不想继续了,我笑。 别说得像是咱们有什么关系。 我只是忙着谈恋爱。 他哼了一声。 给我钱。 我摊手。 现在没有,明天晚上十点。 他又看了我两眼,像走投无路的困兽,磨着牙走了。 我不当回事,哼着歌上楼。 第二天下班,我想和穆白去吃泰国菜。 可穆白要去看他爸妈,我们暂时没有公开,我没有去的名分。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下班就分开。 我失了穆白,顿时又如以前,彷徨不知如何度过那一秒一秒漫长的时间。 以前,还能数着时钟过日子,现在却不行了就如见过光明,就不再适应,黑暗我百无聊赖。 在公司加班,省得回家,我妈哪里气不顺甩我两巴掌。 却听到同样加班的同事,打电话说,要去吃烧烤,就在穆白家楼下。 我全身血都凉了。 不会吧。 林毅和小雪纠缠那一幕,浮现在脑海。 我猛摇头。 不会是真的。 也不能是真的。 我余生的希望,现在全戏于他一身。 我强迫自己定在椅子上,等同事走人,我才起身,打车往穆白家而去。 穆白家楼下,有个露天烧烤,城内闻名,锦州烧烤,十分地道。 我藏在墙角,远远看去,顿时全身抖得像筛糠。 穆白坐在烧烤摊,和一堆同事,吃得十分畅快。 我平住呼吸,死盯着穆白,等着待会儿有什么女人,突然出现,坐在他身边。 我不知道到时候,该怎么处理。 我想我可能会装不知道,只要穆白不说,我就还想守住这方小小天地,藏身其中。 可等了半个小时,一个女的都没有,只听见穆白说。 人齐了,开吃。 我长舒了一口气,原来是偷控和男同事喝大酒砍大山,吓死我了。 我转身,想悄悄离去。 可就那么巧,穆白的声音像是灵巧的蛇,从身后钻到我耳中。 来来来,那娘们求婚了,你们该给钱给钱啊。 我定住了脚,头上冒出一滴冷汗。 如果穆白此时住口,我一定会发疯一样跑远。 可偏偏,她不懂住口。 我跟你们说,昨晚在酒吧,她求婚了呀,一个月内让她心甘情愿嫁给我,怎么样? 哥们完成得不错吧? 这才半个月。 半个小时前,刚跟我道别的同事笑说。 你说求婚就求婚,谁证明? 穆白得意,笑。 不服气,那明天让她再求一次,我给你们录下来。 不了不了,我们信,就终她看你那眼神,我们就信。 一阵嘻嘻哈哈中,几个同事掏手机给穆白转账。 穆白笑眯眯的,满脸阳光。 我立在原地,脑中一片混乱。 有个尖利的噪音,在炉腔内,力声喝马。 你就是个废物,长相长相不如人,脑子脑子不如人,胆子胆子不如人,考个这么破的专科。 你说,你还能干什么? 你怎么不去死? 那是我妈的声音,如防空警报,来回呼啸。 我拼命捂着耳朵,无济于事。 声音,是从脑子里,传到耳朵的。 我的世界,轰然前塌。 我是凭着本能,移动到昨晚那俊脸男人家的。 看了看表,早了一个小时。 管他呢? 我敲门,混乱的脚步声响起,一个人急促地开了门,和我打了个对面。 我们,都愣了一下。 是你,疑惑的表情,出现在那张交好的,让我无比羡慕的脸上。 我的惊讶很快消失,嘴角缓缓勾起,朝他笑了笑。 小雪,你来张晨,这里干什么?小雪问。 她的神情不安,回头看看里面,又看看我,似乎是直觉到了什么。 我一把把她推回去,我的世界,毁了我,没必要再演戏了。 你这么晚来你前男友这里,又是干什么? 林毅知道吗?我轻描淡写地问。 客厅有镜子,我边问小雪,边抬头,扫到了穿衣镜。 平庸的人,站在美女身边,就成了绝对丑陋。 我对着镜子,报复性地看着我们的差距,打击落到心里,反倒有种扭曲的刺激,刺激得我不愿挪开眼。 对着镜子里那个丑八怪,我缓缓勾起嘴角,似笑非笑。 小雪明显被吓着了。 你们什么时候,这么熟悉的,我记得你们就见过一次。 啊,她?她的恶习你知道吗? 那句脸男,张晨,咧开嘴笑了。 我的好姐姐怎么可能不知道,她的弟弟吸毒呢? 我晃了晃手指。 错!你不是我弟弟。 我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手。 全身也只有这一处,拿得出手了。 现在想想,木白夸我的所有话,只有,你的手最漂亮,听着有几分真心。 我看着我的手,叹了口气。 你是我的三座大山之一。 小雪惊惧起来。 怎么会是到底,你以为你,抢了她的男朋友,猪脑子? 张晨笑嘻嘻的。 你说清楚,怎么会是,小雪止不住地颤抖,看得我只想笑。 张晨直指自己。 我,随我妈姓,跟她同父异母。 她,给我钱吸毒,我负责引你上钩,知道了吗? 她可能刚嗨完,光明正大暴露自己。 我也不在乎了。 所有的步骤已经完成,现在只等六个月后,啪!的一声,引爆了。 张晨继续摇头晃脑,逼近小雪。 我呢,跟你吵架都是受她指挥的,明白吗? 林依那小白脸要送你回家时,我就负责跟你找茬,让你俩顺理成章做对狗男女,懂了吗? 小雪一脸不可置信地震惊,像一个涉事未深的白雪公主,怎么看都不像勾引闺蜜男友的小三。 你这是为什么?她问我。 我看着镜子挑眉。 木白就经常挑眉,可我不如她挑起来好看。 我边模仿,边漫不经心地答。 你先说,你为什么来? 小雪咽了口唾沫,迟疑着不说话。 她拍你裸照了,跟你要钱,是不是,我弟弟一向听我的话呢? 我拍拍小雪的脸,与重心肠,甚是担忧。 所以说啊,吸毒的人不能找,你当初怎么那么浪呢? 谁好看你就跟谁上床? 我一直不知道,我今天来才撞见的。 小雪受惊过度,猛往后退,看我像看鬼。 躲什么?我是你最好的闺蜜啊。 我笑嘻嘻地上前。 张晨也笑咪咪地通进她,我们两个像是狼外婆,小雪像是无辜的小红帽,眼中有泪掉下来。 我见游脸。我不喜欢她那张脸,我想把它抠下来,扣在我脸上。 我们越逼越近,张晨嗨大了,开始动手动脚。 小雪尖叫一声,眼神往茶几上一扫,突然握住果盘上的水果刀,冲我们尖叫。 别过来,你们别过来。 我笑出声来,走到小雪身边,轻声跟她说,记不记得,小雪使你每次考一百分,我都跟你说一句话。 小雪哭的声音都抖了。 你说你不想活了? 哥哥。 我赞赏地拍拍她的脸。 你每次考一百,我就要被打个半死,可我妈就是不明白,我真的不如你,打死我也考不过你啊。 我绕到小雪身后,看着她哭得直抖动的肩膀,伸手按住。 但我说不想活了,的的确确是真的呢。 所以,你不要拿刀吓唬我,我求之不得。 张晨看见我按住小雪,笑嘻嘻地走上前。 帮我按紧点,我出个火。 她已经神志不清道忘了,我是她血缘上的姐姐了,开始解皮带。 我挑挑眉,笑了笑,捉住小雪的手,在小雪耳边轻轻说。 我帮你把刀握紧一点。 小雪还没反应过来,我猛地,把她往前一推。 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,把刀握得死死的,扑哧,一声,透入皮肉,钻进张晨的身体。 张晨猛地瞪大眼,僵住身体,死死捉着小雪的手,一点,一点,倒在了地上,还抽抽了两下。 我看着她尾盾,在地上,血蜜蜜冒出来,感觉头皮一阵放松。 三座大山,终究抵不过鱼躬一山。 小雪眨眨眼,爆发出一阵尖叫,歇斯底里,撕心裂肺,像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背景音乐,让人舒服地想眯起眼打盹。 我在这音乐声中,蹲在张晨身边,极轻极轻地对她说。 其实,我小时候经常偷偷去你学校看你,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很优秀,你知道吗? 张晨说不出话,喉咙里发出,磕磕,的声音,眼珠子吃力地朝我转过来,恳求地直直我的手机。 我扬起手机,你想让我救你啊? 张晨眨眨眼,我看了看张晨的伤口,扎在皮上了。 那是我每次看到张晨都要用眼神演习一下的位置。 我慢吞吞地笑。 好的,稍等,姐姐救你。 我边用归宿拨打电话,边闲话家常。 你呀,从小优秀到大,让我好头疼。 张晨的眼神开始涣散,小雪还在尖叫。 我在张晨耳边,最后说了一句话。 找人勾引你吸毒,费了我好大劲啊。 张晨猛地倒吸了口气,死命死命瞪我。 可是,没用了。 他只有出气,没有进气了。 电话接通,我跟110接线员报了位置,低头笑了。 不枉费我在那么鱼龙混杂的酒吧混了好几年, 即便我如此平庸,也几次差点被强奸。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,终于找到个漂亮妞,吸毒,急用钱, 一个月给他一万块钱,他就愿意拉张晨下水。 那妞和小雪一样,十分好看,十分招男人喜欢,哄得张晨团团转。 可惜他死得早。 07。 警察和救护车来的时候,张晨已经死透了。 我和小雪都被带到了公安局。 林毅和我妈,张晨的爸爸妈妈,全来了。 聚齐了。 我对着我生理学上的父亲笑了笑张晨的妈妈, 那老三,扑上来要挠花我的脸,被我妈两把推倒。 他嚎啕着。 肯定是你,是你害死他的。 我妈冷笑,十分畅快。 这是天理报应,活该。 我那个父亲甩了我妈两巴掌,又想扑上来打我,被警察拦住了。 我妈愣了愣,也坐在地上好起来。 场面十分热闹。 像是在看白老慧割据我坐在审讯时,捶目,看着自己的双手。 干干净净,没沾上过一点血。 还是木白喜欢的那网手。 警察调查到最后,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晨的死与我有关。 我只是一个给弟弟送毒资的糊涂姐姐。 小雪被关在了派出所。 我回了家。 我妈难得做了一桌好饭给我,高兴得不得了。 那个眼中钉,肉中刺,终于除了。 我也高兴。 大山,就剩最后一座了。 我发了条朋友圈,是鱼公一山的动画截图。 林毅很快发语音给我。 我知道是你,小雪是无辜的。 我现在已经把挑眉这个动作练得很熟练了,挑着眉眉毁她。 林毅很执着。 我会找到证据的。 我拉黑了她,回到了正常生活里,每天上班下班,回家吃饭。 我妈心情很好,听说那老三疯了。 我爸每天焦头烂额,还寻摸着找人再生一。 哥。 趁她还没老。 我妈恶狠狠地咒她。 再生个小毒虫,讨债鬼。 她早忘记了,以前是怎么嫉妒,张成优秀的。 我低头吃饭,不搭茶。 我在想木白。 木白越来越忙,现在已经和我再不联系了。 我是个老实人,自然不能撒泼打滚去闹她,只能无奈接受。 我只是个赌注。 我模仿她的动作表情越来越熟练。 想她的时候,我就对着镜子看自己。 日子不知不觉,过了六个月。 我妈偶尔会想起我肚子里的孩子,心心念念找林毅的麻烦,和林毅在她单位。 大打了三百六十回合。 林毅赔了一大笔钱给我妈,也丢了升职的机会。 我看着越来越大的肚子,笑笑不说话。 这孩子要真是林毅的,我怎么会留着,那可是压着我的最后一座大山呢。 我这人,平平无奇,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 唯有一点,格外记仇。 压根我就没怀过林毅的孩子。 和她在一起时,我靠吃避孕药来停经。 那瓶药,离开她家当天,就被我扔了。 这孩子是木白的。 六个月整的时候,我去找了林毅。 她一脸糊茶,不负风华。 我对她温和一笑,毫不在意她嫌恶的眼神。 很快,被人嫌恶的就要变成她了。 张晨有艾滋病,你知道吗? 我慢条思理地说。 林毅下江柱。 你怎么知道? 她是我弟弟,我怎么会不知道? 我笑笑。 林毅的汗,就在我面前,一滴一滴流下来。 什么?什么时候得的? 她结巴了。 她以前,好像有个女朋友,带着她吸毒的。 那女的是艾滋病死的。 我挑眉,关心地加了一句。 现在六个月了,过前夫妻了,燕血已经能查出来,你要不要去查查。 林毅站在原地不动,也不说话。 她已经无法做出任何反应了。 我笑咪咪的挥手告别,转身,走人。 那个早死的女孩,真是一个好姑娘。 对我而言,天选之女。 天知道我为了找到这么一个人,花了多少时间来等待。 最后一座大山,终于也土崩瓦解。 我心情极好,又回头提醒她。 你去看小雪的时候,提醒她也要检查哦。 于公一山,靠的就是精诚所致,我做到了。 回到家,我跟我妈吃饭,不经意间问她。 现在,你还觉得小雪,张晨和林毅,优秀吗? 我妈心情极好,摇摇头。 平凡是福,太眨眼了有货端。 她给我夹了口菜,含笑道。 你爸在外头,找小姑娘生孩子,让那贱人知道。 啦,孩子被打流产了,那小姑娘跟你爸讹钱,你爸不给,人家告她强奸呢。 单位,都把她开除了。 我应景地鼓鼓掌。 活该。 吃完饭,我在访问,安安静静地坐到凌晨,等我妈睡熟了,起身洗澡化妆。 我该做的事都做了,是时候去看看木白了。 我买了几瓶最爱喝的威士忌,去看她。 她家的电子门锁,立马我知道,偷看过。 我轻而易举,就进去了。 木白搂着一个女孩子,睡得正香。 我在黑暗中,就着月光仔仔细细地描摹她的五官和轮廓, 牢牢刻在心里。 余下的日子里,我要靠记忆活着了。 我把威士忌一点一点,撒在他们身上。 酒香飘满一室。 木白迷茫地睁眼,突然看到我,眼睛骤然睁大,吓得说不出话来。 我对她露出此声自认最美的笑容,不知在黑暗中,她能不能看到。 但愿她能,这样下辈子,她还是会记得我。 哪怕是带着恨意,记得就好。 打火机,咔哒,的声音,在黑夜中格外响亮, 木白身边的姑娘也迷迷糊糊醒来。 看到我,她张了张嘴,陡然发出尖叫,滑破了夜空。 木白也终于反应过来,大叫着跳起来。 可晚了。 我带了好几个打火机,点亮一个扔上去,再点亮一个扔上去,边扔边退。 点点微光,像是我幼年无数次考不好被赶出家反省时,在天上陪我的星星。 十分亲切。 本来我可以是最后的赢家,可是因为你,全愿皆输。 我在火光里,看着木白挣扎,嚎叫,打滚,轻声说着。 眼里,好像有生理眼水流出来,很快又被火光蒸腾掉。 我扔下最后一个打火机,走出木白的家。 我被抓了,毫无疑问,死刑。 可我怀孕,被改判无期。 我抹一叶白发,来看我。 她隔着玻璃质问我,眼中是森森的恨意。 日子才刚好过一点,你就让我这么尖叫着,我上辈子是欠了你们爷俩吗? 要是那件人现在清醒了,她怎么看我笑话,我低头,断了最后一丝念想。 母爱这个东西,老天就没想给我。 我们母女没有缘分,我深吸一口气,看着自己的手。 那是木白,在我身上,唯一喜欢过的部位,也是送她上黄泉的祸手。 我抬起手,问我妈。 这双手挺好看的吧? 我妈愣了一下,咬牙切齿。 你身上,没一样东西好看,你就是个讨债鬼。 我心里有根弦,早已不堪重负,就在这一瞬间,突然,断了。 我盯着我妈,一个字,一个字往外蹦。 你知道小雪为什么好看吗? 是因为,她妈妈好看。 你知道林毅为什么聪明吗? 是因为她妈妈是高材生。 你知道张晨为什么得宠吗? 是因为你老公喜欢她妈。 我看着我妈眼里那一丝不知所措,恶意的快感,涌遍全身。 我丑,是因为你丑。 我笨,是因为你笨。 留不住我爸,是因为你不招男人喜欢。 你胡说,我妈站了起来。 我笑着往后痒了痒,靠在椅背上,抬眼皮看她,子弹从我嘴里,透过话筒。 在她心里炸开,这快感,此生独此一次。 你恨的真的是我吗? 你恨的是你自己吧? 又丑,又笨平平无奇,留不住男人的。 自己吧。 你羡慕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吗? 你羡慕的是人家的妈吧? 你是想让我上进? 妈,你是想改变你的一无是处吧? 我悄悄玻璃,嘴不受控制的脸到最大。 我想我此刻一定像戴了个小丑面具。 你,一无是处,所以我,一无是处。 你恨的,应该是你自己。 我一字一句,慢慢把子弹打到她心脏正中间。 我妈,通,地甩掉话筒,连连后退,像看怪物一样,看着我,最后呜咽了一声,捂着脸跑了。 我静静看着她的背影。 不久以后,我将在地底的地狱燃烧。 我亲爱的妈妈,您就留在地上的地狱里煎熬吧。 我恨您。 我也爱您。 除了爱您,我不知道还能爱谁了。 木白都死了。 哦对,我还有孩子。 我真儿重之地抚摸着肚子,站了起来。 我妈这么恨我,不会管这个孩子的,木白的家人也不会。 管教说了,现在福利院管理正规,孩子有正常的成长环境。 这个孩子,会带着我全部的爱出生。 我希望是个女儿,可以正常长大的女儿。 没有妈妈,没有爸爸,也就没有失望。 我的灵魂,会在地底受烈火焚烧,永世不再超生,为他赎罪,为他祈祷。 两个月后,我的孩子出生了。 此生为,自如我所愿的事,就是我生的,真是个女儿。 不管之前老天爷怎么拿我寻开心,此刻,我感激老天爷。 孩子张着嘴,发出细嫩的哭声,牵动我全部心绪。 她吃了我的奶,就被抱走了。 我在牵肠挂肚的思念中,我妈来看我了。 我一见到她,心凉到谷底。 我妈怀里,抱着一个小小的音儿。 我女儿为什么,在你这里,我疯狂地拍打着玻璃质问她。 除了我谁还要她,我妈冷冷地看着我,情势逆转,这一次,她站上风。 她低头端向着我女儿,比你小时候好看。 把我女儿送进福利院,我求你了,我不寒而栗。 她的眼神,我太熟悉。 我妈抬头看我,皱起眉。 你是不是疯了,这是我外孙女,她下定决心。 这次我一定要把她交好了,让她出类拔萃。 我从心里生出恐惧来。 我小小的女儿,没有任何抵抗力,就那么躺在她怀里,静静地看着她。 求你了,妈,我之前对她的打击,此刻被她十倍还了回来。 我妈缓缓摇头。 我身子滑坐在地上,绝望如黑色的岩浆,呼啸着把我淹没。 我妈又说了什么,我没听清。 我只记得最后一句话。 你爸又找了个小姑娘,怀上了。 估计又是个毒虫。 我得把我外孙女交好了,不能比她生的小杂种差。 我认为这话说不错。 我认为是在我的文箧运。